换个焦点 随着东北季后风的来袭 西马半岛大部分周暑都好 好雨成灾 一些民宅更是有不速之客摸上门 危机四伏 大马气象局预测 恶劣天气还会持续至少一到两天 东北季后风加上热带低气压现象 导致马来半岛出现暴雨天气 不少周暑发生闪电水灾 吉兰丹 登加楼和彭亨州 有超过300个家庭的1400人 紧急撤离到疏散中心避难 连绵大雨也让西海岸三个周暑沦为水乡泽国 在雪兰娜滨海城镇 如巴生 家浦 万金和雪邦 经历一天强降雨后 不少住宅区和主要道路水深一到两尺 超过3000人逃离家园 洪水来袭 灾民苦不堪言 有人却苦中作乐拍摄淹水情况 结果有意外收获 镜头捕捉到两条鲤鱼被冲出池塘 在马路上畅游 此外 淹水的厨房也有憋的踪影 灾民在发愁安乐窝被洪水淹没之际 眼前却飘来了两箱新鲜蔬果 叫人看傻了眼 不但如此 蟒蛇和四角蛇也闯入民宅 让人吓破胆 截入目前没有通报野生动物袭击事件 大马气象局通报 雪龙区的暴雨预料在今天内结束 但是霹雳 吉兰丹 彭亨 森美兰 布城 吉打 登加楼和马六甲 强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19号 预料更多地方会发生水灾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